好 繼續看121頁第四行 第五行 他說 因為你不如實觀察 就是如其事實的 去觀察這個五韻的身心狀況 那麼你懶著這個五韻身心 那麼因為懶著這個五韻身心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以我見其我愛 那麼由我所見我所愛 我見我愛的話 那麼就有生死 所以這個就是阿罕經最常講的 最簡單的說法 於是無聞凡夫 無明所父 愛解所欣 因為這樣 而有這個有事之生 就開始有這個五韻身 無明所父 愛解所欣 而有這個有事之生 所以樂彼色 讚嘆愛左 基本上就是愛取 以未來視 附身 就是這個有 愛取有的有 那麼以未來視的受想形式附身 其實是這樣 然後受想形式 易如是廣受 那麼就是從前面 不如實觀察 受疾 受未 受患 受理 樂彼 受 讚嘆 愛左 以未來視受故身 想也是這樣 行也是這樣 視也是這樣 那我們不要一個一個分開這麼麻煩 就是染著這個五韻身心 對身心的染著 那麼就會生起 就是現在的有 那麼問題沒有解決 那麼未來的問題就存在現在當中 那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執著有我 那麼一旦執著有我 就染著於這個我 這個我包括身心 那麼染著我 那麼就不斷又會有製造未來生死的因緣 其實就是這樣 那再詳細一點就是 由於執取染著 那所以會身心的染著就會造種種的業 種種的業不斷相續造就會成熟 那麼業果一旦成熟就要受爆 那麼受爆就離不開受苦 反正這個就是 那麼從這個 從這個貨業苦這個角度來說 它就是這樣 好 所以 不解脫於色受想行事 那麼既然有生就有死 生就是五韻生嗎 就出生的就五韻生心 那麼有生就有死 那當然就不能解脫生老病死 那麼生死當中有老有病 有孕症會愛別離求不得 叫做優悲老苦 那麼這樣 不斷的生死死生 叫做純大苦俱疾 這個就叫做色疾受想行事疾 那麼簡單的說法叫做有陰有緣世間疾 那因是什麼 因就是 這個我們說這個我見 那麼緣是什麼 依我見 其我愛 攔酌 愛樂讚嘆攔攔酌 如果簡單講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詳細講就是 無明行事 明色六處處處 愛取有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五韻 四地 中道 六處 那麼這些其實是在講同一件事 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說 那運觸界 中道 緣起四地 那麼中道就明顯的只是從長見跟斷見 就從我見講 我見分成長見跟斷見 那麼 以這個五韻生就是我 以離開這個五韻生有我 那麼這樣來說 那麼你離去這一種錯誤的觀念 你就能正得我 就從這個地方說 那麼 不止取 不止走於有 不止走於無 非有非無的 這個中道 就是非常非斷的中道 那 因為有應有緣世間急 你就不會止取無 有應有緣世間滅 你就不會止取有 就不會落入短見 不會落入禪見 那在詳細說就變成 不生不滅不依不易不來不去 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 其實佛法 在 左說右說 橫說束說 基本上都是要讓你了解 個根本問題 其實就是從有我到無我 如此而已 好 那所以他這裡看 他說 他說 那現在是講 生死是怎麼來的 這是第一點 有應有緣世間急 就講到 不解脫於色 不解脫於受想行事 那麼既然有無應生 當然就有生死 所以我說 多筆不解脫 生老病死 憂悲腦苦 純大苦懼 這個叫做受急 色急 受想行事急 好 那麼這個是在講 有應有緣世間急的這一部分 就是 生死流轉的這一部分 緣起裡面的生死流轉這一部分 那簡單講 白話講就是 生死是怎麼來 痛苦是怎麼來的 就是 痛苦是怎麼形成的 那我們把它歸到生死來講 因為一個在講生死 一個在講解脫 講涅槃 生死 有應有緣世間急 是生死的流轉 那麼有應有緣世間急 是講涅槃的緩滅 這樣解脫生死 生死 以及解脫生死 那我們一般說 從生死跟涅槃 這兩個來講 那麼也可以從苦 跟滅苦 苦滅來講 一個是苦 有應有緣世間急 它是苦 有應有緣世間急 是苦滅 所以道就是滅苦之道 急就是苦因 其實就是這樣 苦 苦形成的原因 苦滅 滅苦的方法 這個就是世帝 那麼也是在講這些 那接下來就講 有應有緣世間滅 多聞聖帝子 那麼之前那個叫做 魚翅問凡夫 第一個 他自己不明白 第二個 不明白是來自於 他不聽文 他以前就不知道 那又不學醒 不懂 不懂又不學 學又學不會 我們常常講 問題都在這裡 不懂就要學 那麼你不懂 你又不學 有問題了 你又不解決 那麼你不知道問題 那是無知 那你已經知道有問題了 你又不去理解問題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這個孔子說 這種人叫做下等人 這種人 他把人分成四頭 那麼不用學就知道的 那麼學了以後知道的 勉強學 一直學才知道的 那這三種都有學 都要解決問題的 有一種人就是 不懂也不學的 不會也不問的 有問題也不解決的 那我們有什麼問題呢 明顯有生死的問題啊 明顯有痛苦的問題啊 那你不把他當一回事 那麼你認為 那不管他 到時候受苦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不管他呢 受苦是你在受苦 受苦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不管他 那麼沒有辦法 所以受苦的時候 在那邊怨天遊人 求神拜佛 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你必須 要及早發現問題 及早解決問題 要這樣 這個其實是要告訴我們 這個問題 好 所以多穩聖地子 跟愚痴無穩凡夫 那麼是比較的 應該如果對照起來 我們說應該要叫做 智慧多穩聖地子 跟愚痴無穩凡夫嘛 那麼智慧是從多穩來的 愚痴是因為無穩 無知嘛 你不知道 那又不學習 那麼多穩聖地子 如實觀察 他如其事實的 如其真實的 觀察 色疾 色滅 色味 色患 色離 我們說疾滅未萬臉 那有時候你觀察 不如實喔 就是你觀察 那觀察錯了 或是你觀察 但是你思維錯了 也有可能 你觀察事先無常 結果 因為無常 所以你及時享樂 那麼這個也是觀察 所以你沒有如實觀察 那麼如實觀察 一定會產生 第一個 它確實是無常 那麼 那麼你不知道無常 你一直懶著 那麼一直要讓它嘗 那最後它還是無常 你就產生痛苦 所以你要趕 就是 要趕緊的 就是要去掉這個懶著 要知道你這樣懶著 終究的過患是什麼 你要趕快去掉這個懶著 因為你不思維它的過患 你沒有看到它的過患 你就不會遠離 其實是這樣 所以你能夠觀察這個色的因之後 你知道你能夠產生胃患 你知道胃著在哪裡 就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就是愛樂讚嘆懶著 就這裡講的 那麼你能夠思維其過患 因為你 這個還是從詩來的 所以詩是很重要的 受想行 行心手裡面最重要的是詩 因為詩決定造業不造業 這個詩 所以你怎麼去看待這件事 你怎麼決定這件事 受想詩 有受這個受 感受印象 行 觸具受想詩 主要是詩 審慮決定動發 審慮 詩有三種 審慮詩決定詩動發詩 所以 夜是怎麼來的 夜是詩以夜來的 詩以 經過詩之後造業 我們叫做詩以夜 那夜就會存在有 就未來的潛在 就剛才講的 審慮 決定 決定 動發 動發就是動發神口 動發神口去造業 好 那前面前面講的一個問題 叫做 那麼你 你如此觀察 我們來看 如實觀察 色 我們就叫做五印身心 如實觀察這個五印身心 疾 那麼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神形成之後 他接下來就是慰 這個是我們的習慣 假設來講 我們第一步慰著的 慰著身心的一種 最基本 這是一般人 一般眾生 對於慰著 主要懶著 第一個就是懶著自己的身心 愛樂 讚嘆 懶著 這個是我們醫藥含軍的說法 愛樂 讚嘆 懶著 那主要 這個是身心狀態 那麼 這個身心狀態不離開 所謂的慰 慰著主要是什麼 慰著五印 五欲 這個五印基本上是 五印身心最重要的就是 尤其是欲界 是五欲 對五欲的懶著 那麼從這裡 那麼是很明顯意見的 那麼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已經存在的問題 而且是與身俱來的 那麼經過學習在不斷增強的 這一部分 當然有一些人可以 比較沒有那麼 有一些人可以比較沒有那麼強 比較不懶著五印 確實也有 那個也是學習來的 那麼他與身帶來的這種 對五印的懶著就比較低 比較低 那這也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他過去身已經有修學過的 所以他這一身對五印的懶著也低 雖然他在欲界 但對五印的懶著不高 那麼一種就是他本來有 但是這一身經過修學的 一樣是這個 一種是過去身他就帶過來的習氣 或是修行 我們說通常都是兩種 一種叫做修德 一種叫做報德 就是他這種能力 通常都不離開修德跟報德 修德就是我這一生修德 報德就是比如說他從色界天來 從無色界天來 他本來就他那個習慣已經這樣了 所以他來也不會懶著 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個修行來的 基本上這一身 過去一身修都有 他都是會造成這種情況 舉個例來講 奴家的這個 顏迴一丹石一瓢眼 居肉巷 他那個是對五印懶著不深的 在比例來講 這個孔子說 遼順雨湯文汝做空的雨 他說雨這個人 沒有的好批評 沒有的挑剔 就修行已經 好到沒有的挑剔了 為什麼 因為他 他對衣服飲食 住的地方都不要求 他對五印的享受 沒有 而且 他一聞到好酒 一喝到之後 他就覺得這個酒這麼好喝 一定 以後一定有人會因為這個酒 而敗壞事情 所以他從此就不喝酒 雨絕之酒 有人送了 遺迪送的酒給他 好喝 那麼 這個也很有名 雨絕之酒 就非常好喝的酒 他一喝 那個感受 哇 這麼好喝 他馬上想到 不是說 哇 我要多買幾罐 好 你再多送幾罐給我 他馬上說 哇 這種好喝到會讓人家懶著的胃 有沒有 他馬上就懶 他馬上就想到餵著 哇 這麼好吃 那麼 一般的人接下來就是愛樂讚嘆懶著 哇 有沒有再給我買 送幾罐過來 或是怎麼做的告訴我 通常都這樣 我們也是這樣 但是 你看他就沒有 他好吃是好吃 但是他那種特別好吃懶著的 他就覺得 不行 這樣 思維過患 有沒有 患 他說 以後一定有人會因為喝酒 而敗壞國家的 敗壞身心的 一定有 敗壞家庭的 一定有這樣子的 現在就很多啊 所以 他思維他的過患之後 因為他會懶著 懶著的狀態是什麼 你不會想到 你只想到那個味道這麼好 一直想要擁有 只是這樣 然後不擇手段 就想要擁有 所以 他就馬上怎麼樣 雨絕之酒 從此之後不喝酒 就是禮馬 你看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過程 那我們通常就是從這個地方 那麼 當然我們懶著的地方 懶著的非常多 但是就是說 你执著的越深的那個 你要越先處理 就是你的生命當中 或是你的生活當中 有那一種 不吃到不行 不看到不行 不聽到不行的那一種 那一種就是你最大的過患 你要思維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到你就一直想 那麼 一直想就一直痛苦 看到了好一點 但是你不能一直看到啊 那麼他不可能一直保持這樣 你希望他好 但是他一直不好 你又不願意看到他不好 但是你一直想望他好 他自己又不變好 你又不能讓他變好 那麼你就會很痛苦 你就一直在這個痛苦裡面 那要怎麼樣 要遠離他嗎 不是 要遠離這種執著 不是遠離這個人 不是喔 當然你不能遠離這種 你不能遠離這種執著的時候 要先遠離這個人 那當然你如果說 他是你女兒 你先生 你媽媽 那你沒辦法遠離這個人 你只能遠離這種執著 要想回來 就是你這樣的 你這樣的執取 愛樂讚嘆難走 並沒有辦法幫助你 幫助他 沒有辦法幫助你來幫助他 只能夠讓你更無力 更煩惱 那麼 所以你一定要先解決你的問題 再來解決幫助他 幫助他解決他的問題 那麼你要先思維到 你現在陷在這個泥腦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問題的 因為他就是你的問題 那麼你也是你的問題 他只有他的問題 但是你有他的問題跟你的問題 你怎麼解決他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他只有他的問題而已 那所以你的問題比較多 比較需要解決 所以很多東西你只要好好的思維 你就知道他的過患在哪裡 那比如說我很恨這個人 那麼你恨這個人有意義嗎 你恨他他會痛嗎 他知道了你恨得越痛苦他越高興 那麼他就是要讓你恨他 那你有什麼意義 你吃不著還是你吃不著啊 他歌唱唱 舞照跳啊 飯照吃啊 叫照睡啊 對不對 只有你在睡不著 吃不下 那有什麼意義 你就算要懲罰他 最後都是懲罰你自己啊 思維了之後你就覺得 沒有意義 你如果能夠關一切違法 如夢如患 如泡影 那也很好 如夢如患 如泡如影 如露如電 那再不然 對自信的 如病如庸 如刺如殺 不就這樣嗎 你就這樣關啊 那麼慢慢慢慢你就思維他的過患 那麼思維他的過患 漸漸就遠離了 所以你看那個不禁觀也是這樣啊 攔拙 然後他就思維 哎呀很髒啊很臭啊 怎樣怎樣啊 他就漸漸能夠遠離 其實他也是這樣子而已啦 叫你思維 如病如庸 如刺如殺 也是這樣啊 因為你有畏著的習慣 未幻力 那麼以前的人 即使不是佛教徒 他如果是世間的聖人 他也會這樣 所以諸葛另外講一句話嘛 淡薄所以明智嘛 你的心都放在這邊 那麼你怎麼樣向道 都在世間的武藝上 你怎麼向道 沒辦法嘛 所以你的心 智就是那種自願嘛 那種心願嘛 你的心都一直在這個 這個無欲成老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 往出世間這邊跑 你是沒有辦法成就大業的 都在那些枝末細節上 小事情上 一個節一個節 那麼節節節節 那麼小事情上在那邊計較不已 那你什麼時候會看到大事情 沒有嘛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根本的問題 你都在枝末上 所以是沒辦法的 所以他這裡是如實觀察 未幻 然後就能夠遠離 那麼如實觀察 他就是詩 詩之後 省慾決定動發 就動發神口 這個詩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如實觀察就是一種 那麼之後採取的決定 你能夠遠離未幻 你如實觀察之後 能夠遠離 遠離就是造作的 遠離就是詩以造作的業 我決定不要了 比如說雨絕之酒 他喝了酒之後他在想 哇 這個這麼好喝 喂 有貪汁有貪 有沒有 哇 這個這麼好喝 讓人家喝了會一直想再喝 哎呀 這個會讓人家身心攔著的 以後 我如果這樣一直喝 就會加深這個攔著 所以以後一定有人會 因為為了要喝了這個酒 作王不就是這樣嗎 酒池落臨啊 那麼那個節也是這樣啊 夏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下節 商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作王 都是這樣啊 那麼所以他就說 從此以後不喝這個 遠離 那麼這個是經過詩的 審理有沒有 決定以後不再喝了 以後不噴酒 絕之酒 然後開始就這樣 他就有了 所以這個詩 受想行 行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詩 那所以我們要思維 第一個是要如理思維 如實觀察 如理思維 然後要反覆的想 反覆的想 要深細的想 所以前面講 要知 廣知 種種知 分別 廣分別 種種分別 其實它就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想著深入人 比如說五韻 身心 從五韻 從六處 從十八戒 十二處 十八戒 從遠起 它就是知 種種知 知 廣知 種種知嘛 分別 廣分別 種種分別 也是這樣啊 那麼你從這個角度上去 觀察我們這個生死的狀態 這個煩惱的狀態 那麼知道要從哪裡 那麼斬斷 截斷 那麼這個是佛弟子 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常常遇到問題 你就會如實觀察 你常常遇到問題 心靜下來 如實觀察 其實你就是二六時鐘 念佛 念法 念身 真的 這個就叫做二六時鐘 念佛 念法 念身 沒有問題的時候 靜靜的觀察這個世間的無常變化 有問題的時候 有問題的時候很精準的找到問題的真解 那麼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慧的看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個不就是這個 這個索伯世界的這些鳥 那麼天天都在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嗎 真的就是這樣啊 你一定要聽到鳥唱歌 不是嗎 你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音響 都能夠讓你匯歸到佛法裡面來 這個就是二六時鐘 念佛 念法 念身 這個就是 風聲 水聲 鳥聲 都在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 它就是這樣啊 極樂世界在哪裡 就在你的智慧的心裡面 它沒有煩惱 就算有煩惱很快被平补嘛 所以說你有煩惱的 極樂世界的人有煩惱呢 煩惱到腳 那個水就到腳 煩惱到火 水就到火 你煩惱到哪裡 智慧就用到哪裡 智慧到哪裡 清涼就到哪裡 不過就是這個意思啊 但是我們後來就是把它形象化 就變成 我們要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要去有那個境界 不是 境界就在日常生活裡面 那麼其實佛法一直在教導我們這件事 那麼我們捨棄我們自己應該要做的 那麼把所有斷除煩惱 解脫生死 那麼界定位的這個修學 都放給佛菩薩去幫我們準備 我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準備的就是你念他的名 然後他把所有的都給你看得好 那你是就好像說你明天要去遠足 要帶什麼 要帶什麼 幾點叫你去 你就交給你爸爸媽媽而已 世間可以這樣 我告訴你 修行不可以這樣 沒有辦法這樣子的 那這個應該要知道 好 那麼再往底下看 他說 他說 這個 現在要講的就是 有陰有言 世間滅 多文聖弟子 如實觀察 涉及 涉滅 涉位 涉患涉離 觀察涉及 觀察涉及之後 要觀察涉滅 他前面講 雲何涉及 那麼現在講 他說 涉滅 雲何涉滅 受想形式面 如實觀察 涉及涉滅 涉位 涉患涉離 如實之固 因為你如實之固 所以不樂於涉 不讚嘆涉 不熱濁涉 亦不生未來涉 因為你不讚嘆 不懶濁 不愛去 那麼你現在這個涉 是由於過去的懶濁來的 那麼 現在不懶濁來 未來就不會累積嘛 有思 那麼 抉擇 然後造業 那麼業不斷的造作 那麼就會 就會 有果報產生 就一夜而有的輪迴 就會有這種 那麼有輪迴就有生死 生死就有這個身心 它不一定是五韻 五韻是救人來說的 那麼你生到無色戒 它不一定有五韻 色戒不一定有五韻 但是 救人來講 定義也不一定有五韻 那麼 受想形式易如是管說 就是你不讚嘆 這個色 這個心 那種印象 就我們舉這個大禹 喝了美酒 喝了美酒 也一樣 那麼 他能夠很快的察覺到他的過患 那麼很快的馬上捨離 那麼 這個歷史上也有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是這樣子的 所以 色不生 受想形式不生過 因為你就沒有 你就不會有夜而有的輪迴 你就沒有五韻了 沒有生心了 就是沒有生死 應該不是說沒有生死 沒有生就沒有死 那沒有夜就不會生 沒有這個夜 這個欲界的夜 色界的夜 無色的夜 我們叫做欲有色有 無色有 所以這個有 我們說如果分成兩種 就是 現前的存在 現實的存在 跟未來的前在 如果把它現實的存在又分三種 叫做欲界的存在 色界的存在 無色界的存在 叫做欲有色有無色有 就是這樣 那麼未來呢 未來還要看你是欲界的 色界的無色界 不知道 要看你的夜 要看你的夜 所以當你這個 你這個夜 你這個有 色受想形式就是一種有 有陰有緣世間幾 五韻世間 就是你這種有 你於色得解脫 於受想形式得解脫 就是於生死得解脫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沒有生就沒有死 沒有生死就一生死得解脫 就沒有苦 其實就是滅苦 苦滅 那所有的苦都滅了 就是涅槃 這個叫做有陰有緣世間滅 有陰有緣世間幾 有陰有緣 痛苦會形成 有陰有緣 痛苦不會再形成 有陰有緣生死形成 有陰有緣生死不會形成 其實就是這樣 我所比解脫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存大苦懼 這個都是定型句 但是我們自己要把它鑽成 我們習慣的語言 我們懂的東西 那世民赦滅受想行事滅 世故比丘 但是這個前提 這個是官而由 官的前面是什麼 指 那麼指就是你要常當 聽文法後 第一個要正見正思維就是這樣 要聽文法後 然後 然後 那麼你這些法要深刻要落實在 落實在你的行為裡面 正你正念正面 然後要 專精思維要很用功 然後努力讓自己的心有力量修定 然後再去做這個官 基本上是這樣的雄亡方式 那這樣就可以 那這裡是從指 已經聚足指的狀態 告訴你怎麼修官 平常要怎麼想 境界來了要怎麼想 那麼境界沒有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想 境界來的時候要怎麼用 因為你已經想清楚了嗎 你可以可以用 那麼所以 常當休息方便常識 內己其心經情方便 如實觀察 好 這個是七十四經 那跟前面一樣 如觀察乃至坐鎮 十二經亦因廣縮 就是我們說的 觀察分別 種種分別 那麼清靜休息多休息 知廣知種種知 入處正 都各有三個 各有三個 那這個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分做 所謂的應該 類似像文師修正 觀察分別 種種分別 那麼清靜休息多休息 知廣知種種知 入處正 那基本上不離開文師修正的範圍 那看到九十八經 八十六經不是九十八經 看到八十六經 這個總共十二經 七十五到八十五也是這樣 再看八十六經 八十六經就把 這個緣起 那麼講得比較詳細一點點 愛取 愛取有生老病死又被腦苦 那前面就沒有講這麼詳細 前面只講到 這個未患禮 那麼這個讚嘆 那麼就有這個五應聲這樣而已 好來看八十六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在奇眼金色 這個時候師尊跟比丘說 一樣 這個其實都是定型句 阿比塔姆基本上就是會把 佛法的一些東西就定型句 就是說固定了 就是前面都這樣 那麼講到什麼都一樣是這樣 就變成有一個規範 有一個範本類似像這樣 我們說就是公式 然後把一些公式帶進去 所以前面就都一樣 常當休息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所以則何 比就休息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心急進 沒有煩惱的狀態 如是觀察 專注 好 那麼 那麽持受想形式即滅 五應 五應 五應就牽涉到生死 生死就牽涉到種種苦 重點在苦 重點在苦 如果沒有苦 那管他有生死 管他有生死 沒有苦啊 那沒有關係啊 那苦裡面 我們現在的苦還不是真的苦 三二道的苦才是真苦 那我們隨時有剁三二道的風險 機率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修行 那麼你要到什麽樣才沒有這種風險 到政見真喪 還沒有解脫 但政見真喪 政見真喪就不會再多三二道了 那什麽叫政見真喪 就是你常常如實觀察 你就會政見真喪 真的 你知道那個苦的原因 你養成習慣餵患你 你像我們說嘛 一般人拿到那個酒 心裡面想到這麽好喝 還有沒有 就這樣 你看人家那個大語言 這麼好喝 不能常喝 你看 這不同的思維喔 他是怎麽會 自己會這麽想的 他就是奴隸思維行 所以 凡慎的差別就在這裏 思維方式不一樣 那麼解決問題的方式不一樣 如果佛教徒 常常遇到問題 就只會求佛附上 我告訴你 你其實就是於此無人反覆 你的思維方式是很 很沒有智慧的 你不是遇到問題就求佛菩薩 念佛念經念做 不是的 遇到問題 問佛菩薩 佛菩薩怎麽能問呢 有看他怎麽說 他在經典裡面 那麼一想到 我念佛就是一想到 咦 我要找最有智慧的人 來告訴我怎麽解決 最有智慧的是誰 佛嗎 佛菩薩嗎 他怎麽告訴你 你求他 讓他現身告訴你嗎 不是 他把他的智慧都 在經典裡面說過 我們去找 讀經就是 找出那一種 怎麽看待問題 怎麽解決問題 怎麽發現問題 就從經典裡面去看 就是說 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看經 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問題在哪裏 不知道怎麽解決問題 看經 不知道第一步要怎麽做 看經 其實是這樣 他就是在跟你講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次第 跟修行之後擁有的作用 所以我常常講 修行 經典就是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次第 方法 修行的功德 那你這樣做之後 會產生什麽作用 如果沒有 那就表示你做錯了 你做錯了 這樣做應該要有這樣的功用 就是修行的功德 那你沒有 你只是念了經 天天盼觀那個功德現前 哪有這樣子的 就好像 佛菩薩告訴你喝水 結果你喝的不是水 然後天天念佛菩薩 趕快讓我解渴 趕快讓我解渴 喝了一年的水都還沒解渴 那你還在那邊求佛菩薩 認為你夜暗中 認為水還喝的不夠多 你根本就喝臭水 這個就是愚痴 愚痴無聞 然後是聞的 聞的錯誤了 聞錯了 思維錯了 聽是聽對了 但是想想錯了 所以如是我們後面都講什麼 地聽地聽 善思念之 所以思很重要 思非常重要 因為思之後就是造業 思之後就決定了 都在這個思做決定 那你怎麼思的跟你怎麼瘦的 怎麼想的有關係 所以瘦想閒嗎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講 修行的 修行的這個 訣竅 跟修行的重點在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塑塑思維 在這裡 你思維的不對 就算你聽對了 那也沒有作用 但是前提是你要聽對 你聽不對 你聽不對 但是你思維方是對 你會想 這樣講好像沒道理 我會不會聽錯了 你會這樣想喔 真的會這樣嗎 像有些人說 那孔子說 孔子說 有的人去跟這個 這個 這個 好像是跟 指示還是跟誰 我忘了 我回去查一下 他說我親自聽孔子講 人死了之後 要趕快讓屍體腐爛 他說孔子哪會講這樣的話 你一定是聽錯了 要不然就是孔子另有別子的 因為依孔子的思想 他不會這樣講 那麼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他聽多了 他知道 孔子絕對不會講這種話 那麼如果你真的聽到這種話 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 你聽錯了 一種就是 就是孔子是這樣講 但是他是針對某一件事 特別這樣講的 他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只聽前半段 叫做段障取義 你沒有真正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你有如理思維 就算你聽錯 你也知道他是錯的 那一般的人是要聽要聽對 那麼再就他所聽的去理解 那麼但是你如果常常講成如理思維 你的習慣 你聽錯 你會知道是錯的 你看經 因為一般人就相信 所有的經都是佛說的 所以你就會相信佛這麼說 你就會把它合理化 就算不合理 你也會把它合理化 就算不對 你也只是會告訴自己 一定有道理 只是我想不明白而已 相信就好 我告訴你很多是這樣 我們相信就好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佛陀不鼓勵這樣做 佛陀鼓勵你要想清楚 你才能修嗎 你要真明白 所以他都一個四個字叫做什麼 如此觀察 你都不如此啊 佛是這個意思嗎 佛是這樣講嗎 這樣講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意思是叫你這樣修嗎 你都沒有弄清楚喔 沒有弄清楚喔 這樣意思是 說是佛教徒 其實都是外道 其實你的修行方式 你的思維方式 不理外道 如果你會運用佛法緣起的道理 凡是有因有緣 你會經過正確的思維 正確的如實的觀察 如實觀察 如實思維 如實修行 那麼你基本上 就會如實得解脫 那麼它一定有作用 你明白了修行的原理 了解了修行的方法 那麼實際的去修行 你一定會得到修行的功德 那麼我們大多數的人 不了解修行的原理在哪裡 不知道修行的方法 跟刺帝在哪裡 只希望念了佛之後 念了經之後 念了奏之後 就有修行的功德 他都不想想 這功德是什麼意思 他都不想想功德從哪裡來 那麼 你都不理解這種東西 那你只想要 這個其實叫做 你說有啊 我聽了很多經啊 我看了很多經啊 我怎麼無聞 你聞出 你聞的是什麼 你聞的不是正法 所以你就算穩得正法 你沒有如理思維 你深的不是正見 因為沒有正見 你就沒有正念正知 沒有正念正知 就不是正道 那怎麼樣 你八正道沒有你的份 沒有正見正思維 怎麼從哪裡看到你沒有正見正思維 從你看待事情的方式 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就知道你沒有正見正思維 你遇到問題都是 都是什麼想法 怎麼解決的 我就知道你沒有正見正思維 從你的行為裡面 我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你這樣不可能 你再怎麼用功 都不可能得解脱 你就算 你就算念念相续 你的不是正念 你的是不是正念 你就算有定 也是外道定 你還是一樣會 直取定中的境界 用功一樣用功 你有精進 但不是正經進 你有一心有念 但不是正念 你有定不是正定 那你就不可能得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佛法講赤地 是講得很清楚的 不清楚的是你 那很多人都會講 這個藏傳有赤地 南傳有赤地 就北傳沒赤地 是你沒赤地 你不要說北傳沒赤地 北傳有赤地啊 怎麼沒赤地 好 我們往底下看 那麼他這裡講 那麼不知色吉色滅 色畏色患色理 這我們前面說了 不如 不是我們講過頭了 講到 我們現在講七十四經 好 八十六經 對對對 我講一講一講一講 我不知道講到哪裡了 好 八十六經 貼在這裡 那麼 一樣 不如實之色吉色滅色畏色患色理 不如實之故 熱濁比色 你有沒有如實之 就看你的行為就知道 你的行為直起熱濁 就表示你不如實之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你染濁 染濁在你的境界上 染濁在你的身心上 就表示你不如實之了 從你的行為 就可以稍微判斷你的觀念 因為你遇見這個事情 比如說 你遇見這個事情 你一直在埋怨 一直在埋怨 就表示你不如實之了 埋怨就是一種 攬濁 你一直在攬濁那個境界裡面 你沒有想一想 那麼要 這個問題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我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解決問題就是 一直埋怨 一直埋怨 那麼這樣能夠解決問題嗎 但不能解決問題 還會造成問題的複雜性 那很明顯的就是你不如實之 你沒有思維到它的過患 你沒有思維到 一直埋怨的過患是什麼 一直埋怨也是一種畏濁 畏 畏患禮嘛 很奇怪嘛 我們就把極滅畏患禮 這個字背起來就好了 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先想 問題產生了 問題在哪裡 有因有因事間急嗎 那怎麼解決有因有因事間面 已經就是遇到問題解決問題 把問題解決完了沒有問題 就這樣而已嘛 是不是 我們天天就是面對這些事啊 遇到煩惱 煩惱是怎麼形成的 要怎麼解決煩惱 煩惱解決了沒有了 遇到痛苦 痛苦是怎麼來的 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痛苦 把痛苦解決了沒有了 一直重悟在這些問題 但是你有正確的方法 什麼樣的問題來都沒關係 因為你都可以解決 那麼就算不能解決的 也不會造成你的問題 那只是一個問題 但不是我的問題 真的喔 你就會這樣 它還是有問題 但不是我的問題 那麼是我的問題 我都解決了 不能解決的 我就創造因緣 等待因緣 那麼 或是我力量不夠 我培養我的力量 因緣不足 我創造因緣 智慧不夠 我增長我的智慧 能力不足 我增長我的能力 那 這個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看缺哪一方面 你就去增長哪一方面 你什麼樣都具足了 但是問題不能解決 那不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 那就這樣啦 那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把這個道理其實弄清楚 這個世間雖然有很多事 但對你來講 我們 我們是沒有什麼事的 真的 但是一開始當然不能做到這樣啊 沒有辦法這樣瀟灑自在啊 但是 漸漸漸漸 你如實觀察 你了解這個極滅為患你 我告訴你 漸漸漸漸 你還是會有煩惱啊 但是 煩惱不會待很久 還是有問題 但問題不會很多 而且不會越來越嚴重 你一下子就把它捨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發現這個不是你的問題 那如果是你的問題 那你就找出你的問題在哪裡 解決它不就好了 因為那是你能解決的啊 那你不能解決的 那就不是你的問題 或是你現在不能解決 那你就等待它嘛 你就給它創造因緣嘛 因緣不足就創造因緣啊 能力不夠就增加能力啊 是不是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 遇到什麼就解決什麼 做到哪裡 就圓滿到哪裡 就這樣啊 也不是一定要圓滿解決 沒有辦法喔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皆大歡喜的 處理一件事情 沒有辦法每個人都歡喜 沒有辦法 但是你只能 你只能盡自己最大的力量 把問題解決了 那麼有時候問題也不能解決 即使是佛 即使是佛 這麼有智慧 這麼有慈悲 善業積極的這麼大 他也沒辦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啊 你看阿漢經裡面 綠典裡面 你以為他是佛 他聽了大家都聽喔 他講了大家都聽喔 沒有啊 沒有啊 他自得借大家都遵守喔 沒有啊 他講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喔 沒有啊 沒有啊 那兩個比丘吵架 兩群比丘吵架 他叫他們不要吵架 他就不吵架 你以為 你以為每個人 每個人都這樣喔 沒有 那佛陀怎麼辦 至少 他解決不了 他就怎麼樣 他也不會成為他的問題啊 這個僧團 強照六合合 那一群人在一起 有時候也沒辦法合合啦 那麼怎麼表決 怎麼表決 怎麼結謀 都沒辦法圓滿 那就爐草腹地啊 要不然怎麼辦 對不對啊 應該爐草腹地 就爐草腹地啊 就好像草 看不見 大家都看不見 因為沒辦法解決嘛 沒辦法解決問題 就不要把那個問題 變成我們的 障道的問題 不要 那麼 因為這個是大家都沒辦法解決的 我們常常說 天天要下雨 年要嫁人 沒辦法的啊 那麼 你就不要 不要把這個問題 形成一個新的問題 那麼 因為你還是要思維他的過患 因為這樣會有過患 過患是什麼 最明顯的就是障道 那麼障什麼道 障自己的道 障別人的道 障自己的道 又障別人的道 它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在這個世界難免 難免 有煩惱 有惡陰 惡業 惡業 但是 這一些已經存在的 它就已經存在了 重點是 未來還沒有存在的 要造作的 那麼我們要控制這個 那麼要減少 對於已經存在必須要受的 那就受 我們叫做隨緣消就業嘛 後面語句是什麼 更莫造新秧 舊的問題能夠解決的就解決 解決不了不要製造新的問題 舊有的業要受就受 不要製造新的業 但是我們也很難不製造新的業 但是盡量 我們說嘛 所以要先控制嘛 然後再調補嘛 然後再斷除嘛 那前提是要什麼 要覺察 要先理解啊 這個道理要先明白啊 要先如實觀察 你不如實觀察 哪有辦法 哪有辦法 所以養成 其實我覺得 我們學習佛法 最大的就是養成 如理思維的習慣 如實觀察的習慣 養成這個習慣 那不是你會背什麼經 背什麼奏 沒有 你背背你都不懂 誦經千句 不解其一 不如一句 能解其一 你就明白那個道理 像我 我以前用背的 現在不背啦 現在就明白 明白你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背起來 但是 這個意思你是知道的 你可以知道 你怎麼解決 遇到問題 怎麼處理 這個是什麼問題 那麼應該要怎麼處理 基本上就是這裡講的 這叫 疾滅未萬人 疾跟滅 你們說過嗎 就是問題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要解決 有沒有要解決 有 有你就要知道 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解決的關鍵在哪裡 就這樣 那麼你要去尋找那個癥結 那麼問題形成的癥結 它有很多很複雜的原因 你要找到那個根本原因 主要原因 有因有緣嘛 你要找到那個主要原因 解決的方法 也有很多很多種 你要找到 確確可行的 那麼實際有用的方法 那麼從那個重點下手 那麼通常 通常一開始 我們想沒有那麼做到 因為沒習慣這樣想 可是我告訴你 幾次以後 漸漸漸漸漸 你就越來越熟練 一遇到問題 你馬上第一個 心就是定下來 觀察這個問題而已 你不會隨著進階一直轉 你不會隨著 就好像一個人罵你 我們習慣就是 忽然之間 你為什麼罵我 我傷害你什麼 就一直去想 越想越生氣 但是如果你已經養成這個習慣 忽然間有人罵你 這個人今天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在家裡被他太太罵 還是被他先生罵 還是他兒子發生什麼事情 他心裡面過不去 所以 所以煩惱顯現出來了 你會這樣觀察 你看他的夜像煩惱像 而不是把他的煩惱 變成自己的煩惱 不會 這個就是什麼 如實觀察 如實觀察 天氣為什麼這麼熱 那你沒有 你就開始指頭太陽 一直罵一直罵 沒有用 不會變清涼 反而會變熱鬧 為什麼這麼熱 那現在要找到哪裡 找到一個不熱的 樹底下 要不然開冷氣怎麼樣 反正就是這樣 那你一直在那邊罵罵罵 沒天涼沒道理 這個時候還太陽那麼大 都沒有水了 還湯不大太陽 我告訴你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那你就是沒有思維到 你為了攔著了 然後你不知道 你這樣做的過患在哪裡 有沒有道理 自己都在做沒道理的事 然後要求天要有道理 人要有道理 自己沒有道理 這個就是什麼 沒有如實觀察 沒有如理作意 沒有如理思維 好 那麼 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極涅未患禮 那因為不如實之 所以他就會怎麼樣 樂於筆色 讚嘆於色 樂著於色 我們說愛樂讚嘆染著 那這裡翻譯的不太一樣 那麼讚嘆色故取 這裡講的就比較多 取愛取有 取故有 所以樂著 這個前面都是愛 愛的形容詞 這個樂著讚嘆 那麼他就有取 直取 取就有 有就原生 生就原老死 有悲難苦 如素存大苦去 吉 四名色吉 受想形式吉 好 那麼這裡 跟前面比起來 就是多了這個所謂的 取 取 愛取的取 那麼前面就講到 讚嘆未來是富生 愛著 富生 那麼取原有 有原生 這裡就講到取跟有 好 那麼其實道理都一樣 只是說我們讀這個經 我們怎麼樣運用到我們的日常 生活裡面 我們平常都有很多境界 一直都在餵 但是不思為其過患 所以不能遠離 不能遠離 所以就苦不能遠離 你不能遠離 這一種餵著 就是愛取 你就不能遠離生死 不能遠離生死 就不能遠離痛苦 那你想遠離痛苦的 但是你的做法 恰恰會造成更大的痛苦 那麼這一點 這一點很多人沒有想到 他就在於沒有智慧 沒有如實觀察 沒有如理作意 就這樣而已 那現在我們學習佛法 就是學習怎麼如實觀察 怎麼如理作意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早上先講到這裡 就想不想不斷